凯特王妃与英国时间22号下午16点24分 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下一名7.6斤男婴 这是威廉与凯特这对皇家夫妇的第一个孩子 是英国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 仅随其祖父查尔斯王子和其父亲威廉王子之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 在得知大孙子出生的消息时表示很开心 4日下午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抱着英国皇室的新生儿走出医院 让英国皇室第三顺位继承人首次面对世界媒体公开露面 怀抱儿子的凯特王妃兴奋地说 这对任何一对父母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任何家庭都会明白他和威廉的感受 威廉王子称儿子长得像凯特王妃 正在想为儿子起什么名字 还开玩笑称小宝宝的头发比自己多多了 随后威廉王子亲自驾车带着凯特王妃和儿子离开了医院 返回住所肯心顿工 据美国OK杂志报道 凯特的孩子可谓是含着金汤石出生 这位王室婴儿将可继承高达十亿美元财产 金贵身价令人扎折 这位王室婴儿将可继承高达十亿美元财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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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王室婴儿将可继承高达十亿美元财产